各位,大家好,书房里的谣言 今天我们就开始讲Computer for gaming 这个系列 就是说,我在预告也说过 接了一个做义工的order 就会做一部for gaming 的打机为主要目的的电脑 我们就逐个part,和逐个part,零件,和逐个部分去解释那些东西 今天我们的闲话优提,言归正传 今天我们第一个就是说的收到这个motherboard 今天我们就拆解了美尼茶,unpacked 它是真知仲知,在UPS运来的 它就没有经平时委托第三者的那些 individually顾回来的delivery UPS运来的超美,因为它的价值也很厉害 五百多元的正月费 那我们打开它看看 我可以看它 我可以看它 那么快 然后我可以看看 我们就继续派 刺得好刺 开了包装之后,这个就是原厂的盒子 你知道我最尊崇的偶像生产商是ASUS 它的利益性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会把它订计 然后打开这个盒子 那盒子真面露就在了 打开的时候,它的盒子是这样的 好了,然后呢 你就会看到这里有个盒子 放些什么呢? 一会我先看看 可能是衣服的东西 这个不是这么重要,先等下 主要就是这块板 主角就是这块板 这块是木板 很重手的 下面这里,下面这里呢 我想肯定是有些东西 主角板在这里 旁边夹着一个DVD 千万不要以为 这里还有些便宜的东西 就是那些装备 那些装备 不要以为打开这个盒子 这里便是划备 不是,还有东西 一会我们再说其他东西 我们先看看这块木板 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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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主板 这个很重手的 你看 我们打开它的时候 这个肚子 它说是防定便的肚子 其实现在也不用太紧张 很重的 OK 那块木板就是这样 这块说明是什么呢 For gaming 的 motherboard 看到吗 这里上面的题目 它的代表就是 For gaming 的 专门打机 我在预告也说过 不要以为 玩游戏打机是小意思 刚刚相反 打游戏的computer 是要最厉害的computer 我都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当你有问 从 hardware 的结构来说 可以分几一类的computer 某种角度来说 打游戏的computer 是一类 最厉害的一类 其他所有 其他用途的computer 都属于另外一类 是吧 就是差不多 如果即场上 譬如是办公用的那些电脑 其实配置是最低的 已经够用的了 为什么打游戏要这么高级呢 就是有一个时间速度 影像的辩护 要求极速的 所以就使用到 机的performance 对机的performance 要求很高 来看看这个motherboard 几十年来 我们传统上 去认识的motherboard 其实将中间粗略地打十字 分成四个部分 四个部分 就是各司其积 即是说 譬如你打十字的时候 这里是CPU 这是一个保护性的 cover 我们还没说过CPU CPU 放在这里 这里这四条 slot 是for memory 你可以一次过放一条 两条 四条都可以 但是呢 因为它所谓的dual channel 所以我们多数先放两条 先 是吧 两条 再看你放多少GB 大家看过我二进制的视频的时候 都知道 二进制是24 86 现在比较通行的就是 8GB 16GB 32GB 64GB 看你放多少 那就随意 每一条 这个容量 譬如我想放32GB 那你就要找两条16GB 最好买in pair 即是买的时候 已经是一 pair 给你了 两条 不是说今天选一条 明天选一条 那就不行 而且不好 因为它那个timing 好像人家的消光 那样 同一路出来的时候 它的成色 或者它的那个 能够兼容的速度 那个误差 是很小的 所以变成我们 certified impaired 就是这样意思 买memory的时候 好了 这部分 就是memory 这个是给火牛的 上面这部分 in out i o input 就是output 你转着背部看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接头 有input 有output 最明显的 input 就是keyboard mouse 那些 现在多数用USB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当然是包括 你USB出来的 折扣 你的 monitor 如果你不用这个 视频卡的话 然后就有声音 这些东西 但如果假如 你是打游戏 为主要目的的 computer 肯定 就不会用它 表现的 那个 monitor 那个 display port 肯定要加个 劲点的卡 过几次 我会展示给你们看 那个video 或者说 graphic card adapter 要个劲点的 价值 几乎是 mutterboard double 你想想 对吧 这块叫做mutterboard 如果插在上面的卡 就叫做mutterboard OK 于是 女大女世界 哈哈哈 那块 graphic card 我准备用的 是价值700多元 差不多800元 这块mutterboard 大概是400元 鬆一点的 所以 你可以知道 这个graphic的要求 对 display的要求 多高 他带来的那些 都不行 还要另外加了卡 不但 而且卡 也要这么贵 OK 我们慢慢再讲 详细的道理 好了 如果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讲了这两边的部分 这里上面 刚才说 打过十字 分开四个部分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即是粗略 不一定很准确 这样打过十字 是吧 这部分 就是对 外面一些附加的 这个是说 铝头一些附加的器件 刚才in out 对外面 我提错了 这是对铝头的一些插卡 刚才提过 就是video card 会插在这里 为什么会有三个呢 就是说 有些可以支持几个 monitor 是吧 有时候打机的时候 有两个 monitor 甚至有些更厉害的 又或者有些在股票市场里 看不同的图表 所以它可以支持几个 都可以 所以变成有三个卡 好了 再来下面这部分 这部分 很多时候 有时 就是做这个 hard drive 的interface 你看看这里 这里有六个 S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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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hard drive 实际上已经是 轮为二等 OK 轮为二等 最重要的是 我们过去的时候 其实就开了这个 cover 就装了一条 M2 形状 你看看 好像memory 但实际上 已经是 变了上的hard drive M2的storage OK 就代替了我们 用SATA 的hard drive 因为那个SATA 是追随了 这个channel 我们叫做PCI channel PCI channel 这个channel 和它 黏在一堆 所以实际上 这里下面 OK 1 2 3 4 这部分 是专职负责 storage 最重要 要分清什么是storage 什么是memory 很多很多人都很混淆 如果他真的没有动手 做过这些东西的时候 不是我强调的 所谓的definition 他就不一定了解 经常说 他不够地方等异 就run out of memory 是错的 在技术上的理解上 不行 OK 大家看看 这块是更厉害的 这一节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 我们就讲 CPU CPU 如何装在这里 用什么CPU 好吗 OK Thank you See you next time